你们回答不出来 我想到了 我说出来 你们想想看 有没有道理 能不能同意 极乐世界的三生同居土 是同居进土 注意这个镜子 它是同居进土 难得了 为什么 这个世界里面的凡夫 六道凡夫 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 让我们想到 老祖宗的话 见过军民教学为先 三字经上讲得好 人之处心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 狗不骄心乃切 极乐世界把这些话统统落实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天天叫我 阿弥陀佛真了不起 阿弥陀佛真了不起 他是圆满的 正如自信的 所以信得的启用 真正发挥到灵力尽致 怎么说呢 极乐世界有多少众生 阿弥陀佛就能够变化多少身 每一个人面对着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亲自来教导 这是信的圆满的发挥 同时极乐世界的凡夫 因为极乐世界都是行善 都修善 所以他只有善道 没有悟道 他六道只有两道 没有阿弥陀佛 没有悟鬼地狱出身 所以只有仁天两道 不一样啊 而这里面的人天 得到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 我们前面学过了 借座阿弥陀智菩萨 这个意思就是说 虽然是凡夫 你的物质生活 无量无量无边身 跟阿弥陀佛一样 他能化无量无边身 化身干什么 化身到释放 一切诸佛插图里面去 共佛文法 不可思议啊 那共佛 修福啊 修无量无边的佛宝 文法是修慧啊 那我们要问了 释放祝福如来 给这些人讲什么法 诸位同学 有没有想到 释放祝福 你去听法 他给你讲什么法 你们回答不出来 我想到了 我说出来 你们想想看 有没有道理 能不能同意 释放一切诸佛如来 都讲阿弥陀佛 都教你 发菩提心 一向的你 你想想 可不可能 是不是这样 世政当年在世 无量寿金 多次宣讲啊 即使说一切经 也常常带着 介绍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我们能够想得到 为什么 大经里面 佛告诉我 社法三世 共同一发神 一心一智慧 六无为一人 这是我们贫瘠的 理论依据 想想到 社法诸佛 教化众生 都用无量寿法 无量寿是 华言的归去 发华的归去 当然讲这部 所以你要学经教 学什么经 你就学无量寿 一切诸佛 共同宣扬 这是圆满的 大臣 这一部经学通 满满读通 不要再找麻烦了 真的 一精通 一切精通 这一部心 修通 你就能讲 华言精 你就能讲 发华精 能讲华言 发华 你就能讲 一切精 这是秘诀 你真搞清楚了 真懂得了 进宗学院的宗旨 宗旭 你不就明白了吗 这还用得多说呢 用不住了 这同居净土 要认识他 不可思议 阿 你 陈灵 阿 你 陈灵 阿 你 陈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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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灵